这是我买的一颗大藤本 打开盒子就有一股清香 这个是亚伯拉罕打笔 哇塞 这么大一个土球 还带着两个花苞 因为露台的空间有限 所种这个大型藤本月季 只能精挑细选 我从很多月季品种当中 选择了亚伯拉罕打笔 它是为了纪念发明家亚伯拉罕 在工业革命当中做出的贡献 奥斯丁月季 它命名的这款月季 目前为止 还在奥斯丁月季当中排名第一 它的综合素质是排名第一的 首先呢 耐寒耐热耐高温 抗病害 所有的这个恶劣天气 大多可以开花 你看现在的这个温度 南方地区啊 进冰零点了 它还是有花苞的 而且呢 夏天40度的高温 它也会开花 因为我综合考虑呢 这个露台上面的一个环境 在夏天的时候是分成闷热的 湿热 而且特别抗 这种月季啊 就是特别赖抗型的月季 第二点呢 就是开花性特别好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开 都会开成这种标准的包子 包子的花朵 就是标准的欧月的形状 第三点呢 就是 它非常抗病 就是我们在露台上 种月季的话 尽量少打药 选择一些抗病性强的 第四点就是 我觉得为什么要选 亚伯拉罕 打比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刺特别少 其次呢 就是 它的枝条特别的软 比较适合盘扎 做造型 做狗门 做花墙 都是可以的 这个亚伯拉罕 打比的浓香型 它是浓香型的 特别的香 这种香味是标准的 玫瑰香味 夹杂着果香味 特别的好玩 也就是说 当我们所有的这个花 开了之后 变成花廊之后 整个露台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香的感觉 这就是综合考虑下来呢 我选择亚伯拉罕 打比的重要原因 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它 种在花箱里面 最后我们说一点 为什么我要选择 这么高的花箱 因为我是有经验的 很多同学呢 说这么高的花箱 80公分是不是深了 那其实我之前 种了龙沙宝石 用的是七加轮的盆 七加轮的盆口 高45公分 完全是不行的 长到后面 如果第三年的时候 它的枝条是萌发不了 那么高的高度的 也就是说 你必须给它 一个足够的深度 它的根系 可以舒展开来 它的枝条 才可以达到2米 甚至3米 我们在上面这个地方 做成一个花廊 是必须有这个深度的 我们戴上手套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我们不用弄到太多 把这个所有土都弄掉 留一点土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上次我们准备的一些土 没有完全堆的特别高 等这个打笔种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堆高一点 我们先把这个坑挖出来 稍微的挖深一点 再倒一点洋缝进去 搅拌一下 下面搅拌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打笔放进来 看一下高度 把土填上 再添一点土进去 最后一步呢 我们给它浇透水 好了 亚伯拉汗打笔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把它种下去之后 等明年春天的时候 给它慢慢的做成花柱 到时候开花再和大家做分享 喜欢上的视频 点赞关注